五五天晚上记得个下班 那你为什么有时候到十一二点回来 我们呢 就是我这人呢 特别爱交朋友 我们的朋友在一起了 这一个圈了 跳完舞了 完了我们在一起了 就是每次晚上回家那么早干嘛呢 就是说出去吃点饭呢 就是说唠唠客了 回来晚一点了 他就不乐意了 一般是几点啊 有时候是十一点了 或者最晚最晚十二点吧 那您那跳舞属于什么兴致啊 教育舞了 或者那个有学学拉丁舞了 那就是跟这些舞伴吃饭 对对对 也没别的 他就老怀疑呢 小心眼儿 他不是怀疑 就是的 不能太多次数了吧 今天怎么回得这么晚了 今天又喝酒了又吃饭去了 又跳舞又去聚餐了 那家里还要不要 我觉得人呢特别爱交朋友 那么你交朋友我不反对 谁都喜欢交朋友 你不回来我就睡不好觉 我能不能就在家坐等你 我回来还特晚吗 我哪天晚上也都回来吧 那你是天天都这样吗 到底是隔三差五 还是每个礼拜天天都这样 就一个礼拜 那有一天两天 在家里那是好意思 基本上都处 不是唱歌就跳舞 明白了 全是有朋友 全是有角 那你们俩现在在一起晚上 在一起一周 能吃几回饭啊 能有个 基本上家里可以说不开火吧 不开火啊 想吃点就要点 跌了点回来就完了 他这银子手花开火吧 可能做好了 可能还不能吃银子走了 我哪次不都是把饭做好了 咱俩一起吃完呢 我得出去玩啊 是不是这样的 有时饭还能吃完 电话来了就走了 我自己在那孤独吃啊 就感觉我也是 我也有的啊 您是觉得 不管你说算是个伴儿 是吧 那个伴儿老不在 是吧 咱俩也不愿管这事 也不愿扯这事 然后呢 说来的话 小年轻都没有他 打扮那么耀眼的 你说买这些化妆品 你做做各八小时 硬着着 你都跑到我自己 打扮那个腰子照染的 干嘛 出去干嘛 我都不喜欢看 我为了给你来 你这个正面子 你给我看 我不喜欢看 那我出去给你 你太不理解 女人的信了 不不这个 她呢 用在化妆品上啊 买衣服上的钱多吗 不敢多说吧 保姐说啊 一个月一万块钱 最低的了 我一个月 一万块钱花的 你知道我都 逼了这个价呢 你管没管这个价呢 你这么说呢 我很伤心 你得伤心 我就说啊 以前呢 我生意确实不错 我经常也不在家 钱你都随便花 你爱咋花咋花 我根本不去计较这事 接两三年 说新的话 我金钱项目太少了 也没有多大 说那个靠赛 是不是啊 天天的 你说 看见衣服就美 看见这个好就拿 你就加你那个柜子 你就你这个衣服啊 不敢开门啊 你说不是我 为我自己画的吗 都没打开 你说每次不都为了你吗 你出去 我现在都卖 折那个衣服 都好几 好多好多锣啊 你说你就这么花 我能扛了吗 我都是为了你吗 我根本都没往我身上 买什么衣服 这个我认可 事实上呢 我处于建客户呢 那就是我圈的朋友 和我列伍上的网来 你也是为好 让我穿得好点 让我搭腕得体点 那我认可 可是呢 我现在不需要要求这个了 我说我现在不想做 不做生意了 也不需要有套外套穿 那可以了 不需要在我身上再花钱了 就是对你那天说 也不需要再消费了 差不多得了吧 现在生意不好做了 那我们要将来 我知道生意不好做 我都知道 我理解 所以说你不要 一说你就这样 一说你就苦 你这人呢 怎么说就是不理解你了 那我就磕磕的 够够的 我没法和你 再说太多 再说多怎么办 我觉得我很无奈了